秦王嬴政不想像先祖招相王一样 被外妻压制苦苦忍耐四十多年 嬴政决心罢相 夺回属于自己的大权 嬴政一方面命李斯寻找班导吕不韦之法 自己则来争取华阳太后的权势支持 以此来抗衡赵旅两派系 华阳太后本就是聪明人 早就瞧出嬴政非持终之物 也知道米氏如今想扶摇再起 只能抱紧嬴政的大腿 于是借着给米臣接封宴的机会 向米氏一族表述立场 那就是米氏日后将支持秦王嬴政 华阳太后对嬴政赞誉有加 笃定他是改天换地一品天下之人 可米氏众人眼光短浅 见秦国如今的军政大权 且被相帮吕不韦牢牢握在手中 觉得华阳太后说过了 华阳太后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害 吕不韦从一介商骨到权倾朝野 谋略胆识确实都超于常人 华阳太后坚信吕不韦不是嬴政对手 所以刻意提醒所有米氏族人 日后谨记 永远要忠于大王嬴政 而此时的嬴政也确实惊得启华阳夸赞 比以前沉稳多了 吕不韦为了还凡乌七又成交谋反的人情 进攻进剑请秦王嬴政同意 派凡乌七出兵乏味 嬴政安耐住情绪没有暴跳如雷 而是委婉地提出交换意见 那就是命蒙田为郎中 李斯成为客亲 双方心照不宣接同意了此任命 嬴政随后还演起了戏 假模假样地说 自己刚刚拜读完了吕氏春秋 让吕不韦给自己解惑其中细节 吕不韦一听宁政看了自己的书 脸上笑出了花 表态自己定之无不言言无不尽 回家路上仍不禁感叹宁政的变望 就在吕不韦开心不已时 殊不知已经有弓箭瞄准了吕不韦 无奈黑衣人剑术一斑 两剑射下去 吕不韦毫毫发无伤 黑衣人自己反被吕不韦的保镖 追得狼狈逃窜 这个狼狈之徒 就是想为成交报仇的宗室子孙银鱼 银鱼逃窜中不小心跑到李斯府底 被李斯府内高手兴盛直接制住 李斯让人拉下面照一看是银鱼 听手下禀报相府正在追刺客 瞬间明白银鱼去干嘛了 李斯之宗室是站在银正这边的 不想宗室受到银鱼牵连 于是亲自出门应付想进门搜捕的正货 好不容易将正货搪塞走后 便让长子里有把银鱼藏匿在柴房内 命兴盛看守 结果这个人还真没白酒 后期还真有点用处 第二天朝会上 银正和吕不韦按之前所约 给蒙田李斯坊乌气都升官了 双方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秦朝堂新的一股势力进入了 那就是软饭王烙矮 赵基竟然也要给烙矮封赏 赏赐的名目就是秦法有定 告奸哲与斩敌手同工 赵基以烙矮举报成交叛变一事 要给烙矮次决 赵基平常就是无知蠢父 如今为了秦郎竟然能言善变 占着成交叛变的血满头 力推难宠烙矮上位 吕不韦想阻止又不敢得罪赵基 老奸巨华踢皮球让仲臣说个看法 秦廷仲臣纷纷出言阻止 只因大秦将士破敌护国血染沙场 出生入死才赚得的爵位 怎可如此轻巧地就要赏给烙矮一个太监 宗室之手迎戏和上青摇谷街站出来说话 就在双方朝的白热化时 唯一知道烙矮和赵基奸情的李斯 站出来投了赞成票 李斯也是惊啊 故意将皮球又踢给吕不韦 吕不韦故作咳嗽 称自己与朝臣在商议商议 赵基听此一脸含义地看着吕不韦 称自己那就等待相邦消息了 而此时的嬴政见二人互掐 心中若有所思 下朝后 李斯便向嬴政透露自己此举合一 嬴政也感受到今日朝堂微妙 曾经对吕不韦言听计从的母后 竟然为了四人和相邦乃至重臣争论不休 不明所以的嬴政 赶紧请问李斯有何主意 李斯并未着急将烙矮召基的奸情禀报 怕刺激了嬴政影响布局 只是将烙矮承视吕不韦设人 是吕不韦将烙矮送进宫的事说了出来 李斯指出烙矮就是粗人一个 他若得是必定招惹众怒 众怒之下若追究起来 相邦吕不韦自然逃不了干系 吕不韦大权在握十几年 赵基又对他言听计从 嬴政想夺回权柄其实并不容易 而李斯确实给嬴政出了个好主 吕不韦真就栽在烙矮手里了 烙矮绝对是吃软饭计的巅峰 堂堂秦国太后甘心给他生孩子不说 还立排终意要给他封喉 此时的烙矮绝位编制还没下来 人已经飘了 竟然敢和宗氏之手迎戏动手了 迎戏身兼国卫 拿下烙矮这跳梁小丑相当容易 但是考虑到烙矮背后的太后 迎戏为了倾庭安稳只能忍气吞声 吕不韦得知烙矮竟然和宗氏动手 气得直接扇了烙矮两个耳光 吕不韦设计杀成交易事 本就让迎戏宗氏对吕不韦不猛 如今烙矮不知轻重如此狂妄 这不是逼宗氏和自己反目吗 吕不韦留下烙矮罚柜 自己则赶紧去给魏阳君迎戏陪笑脸 此时的迎戏被烙矮气完了 也没以前好说话了 直接表态相当有诚意 就提着烙矮的头来见 迎戏不知烙矮和赵姬关系 吕不韦知道又不能说 于是只能说漂亮话 称大王还未轻正 自己执意处罚烙矮 就怕与太后生出拘语 让迎戏为大局考虑别计较 吕不韦这是咬碎了牙往肚子里 而在宫内的赵姬 听烙矮应与迎戏打架 被吕不韦安排在相府罚柜 顿时心疼整边缘 当即跑来找迎戏 此时的迎戏也是瞎了眼 一听心上人赵姬来了 一脸期待地跑出来迎接 赵姬进入内殿后 先是将迎戏当初在咸阳宫外 帮自己和迎政进城的事说了 随后便送给迎戏一个美貌侍女 迎戏不明赵姬此举何意 赵姬走后便直接询问侍女小子 迎戏得知赵姬是为烙矮来 爱而不得开始戒酒消丑 小子想为迎戏跳舞 迎戏刚开始说自己从来不喜歌舞 后来听小子说和赵姬学的 不顾打脸让小子赶紧去跳 看着翩翩起舞的小子 迎戏心中想的都是赵姬 知道自己与赵姬永不肯赢的迎戏 只能哭着聊为心中的苦楚 第二天 魏文君迎生来问迎戏 吕不韦将如何处置烙矮 不料迎戏告诉迎戏 太后亲自来了 所以自己已经给吕不韦去信 让她无需再追究此事 迎戏对赵姬不经意间展露的情谊 还是没能瞒过好兄弟迎戏 迎戏只能劝迎戏别放糊涂 到时再把自己也绞进去 自此烙矮顶撞魏阳君这事没了下午 李斯没想到烙矮和宗氏这事 安压得这么快 于是再次想出一击 将有救命之恩的盈余放出来 让他去烙矮身边当自己的眼线 李斯嘴上说是想查 自己为何被烙矮夫人刺杀的事 实际却别有用心 一是让盈余窜多烙矮继续无法无天 二是想查出烙矮和赵姬坚情的铁证 只因当初给李斯报信的公务 刚出门就被烙矮派的人杀了 李斯如今只能再做打算 此时烙矮俨然是咸阳心贵 毕竟和国卫动手还能安然无恙的 除了烙矮还真没别人 盈余被李斯放了后着手接近烙矮 因为盈氏公子的尊贵身份 盈余这百名是窜多烙矮和吕不韦开干 而此时不满吕不韦的还有盈戏 盈戏当着秦王盈正面挑明了 大秦最大的祸根不是烙矮小人 而是相邦善权 盈戏和李斯一见一致 那就是让盈正罢想 盈正害怕宗氏头脑发热打乱计划 让宗氏先沉住气 盈戏觉得宗氏在自己手上 被搞的一点话语权没有很是愧疚 盈正见此表态 宗氏是大秦首领 自己绝不会让宗氏落寞 让盈戏沉住气一步一步来 盈正这边有了米氏宗氏 乃是文武百官多数支持 吕不韦因为落儿被搞得一身脏水 盈正正在逐步收归自己作为秦王 本该掌控的权力 为了清政后开启灭国大战 盈正提前来视察秦国粮仓军备 以及郑伯渠的修建情况 盈正第一项视察的就是粮食储备 结果发现秦国粮储远远超过自己预期 此时的六国百姓很多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而大秦府补充应不说 粮食橙色也极好 而这样的大仓大秦竟有千余作 不得不说 吕不韦确实是为秦灭六国 攒下不少家 盈正虽决心罢相 但却并不代表会无视吕不韦的攻击 当即给相邦吕不韦深深一拜 李斯见秦国两储如此牛掰 再次劝言盈正赶紧开启灭国大战 储备牛掰就罢了还能回收利用 盈戏和李斯皆纷纷称赞 吕不韦为大秦攒下足以平天下的家里 秦东出灭六国指日可待 不想吕不韦却表示着远远不虑 经常挨打的魏国剑刺 赶紧派人给落矮送礼 想要通过落矮将魏女嫁给秦王 希望因为殷亲关系 秦国能少打几次魏国 魏家大魏女嫁秦王的几率 魏王还叮嘱手下 给吕不韦也送去一份厚礼 省得一棵树上吊死 而赵国郭开在得知消息后 第一时间派自己的弟弟郭大 去恭贺赵人落矮受风 随后便赶紧将好消息告诉赵王妍 此时的长信侯老矮府邸 集结了六国使臣质子奸细 那真是一个大杂会 老矮对魏国赵国的礼物非常满意 赶紧引众人进屋参加宴席 不久后秦太后赵姬到场 亲自为情人称场面 就在此时载着魏女的车受惊 关键时刻 老矮续马技术要得 当即拦下车架英雄救美 魏女一下被老矮迷住了 也忘了初始任务 和老矮按送邱波不说 还将头上的首饰送给了老矮 赵姬见秦王和别的女子谈笑风声 当即吃错了 赵姬见老矮没跟出来 更加生气了 不但魏帮魏国牵线嫁秦王 还大发雷霆给魏使魏女封走 走前特意送上昆山之玉给魏女 说是因为用了魏女的海珠 魏女见定情信物被老矮给了太后 自知自己是自作多情了 至此魏女嫁秦王事情失败 而更惨的是当吕不韦得知 魏国给自己送了礼物 还给老矮也送了后 觉得魏国手术两端太过可恶 竟然要让樊巫弃乏魏王也是倒霉 送两分钟了 结果反倒挨打了 秦魏大战结局也是毫不意外 秦国轻松先下魏国两城 魏国无奈 又得割地求和了 自从魏国原成蒲扬已被樊巫弃攻战后 嬴政猜测魏国必然会割地求和 此时区区几座城池的割舍 早就入不了嬴政的眼了 魏日后扫灭六国考虑 嬴政准备给魏国开出两个求和条件 迟到深入魏晋 大秦瑞士便可长驱中原 道是秦国借此 北面燕赵南下基础 游刃有余奈可方便太多了 李斯开心嬴政看得如此之远 又加了一条求和条件 那就是魏自秦化 李斯虽然私心很重 但是他的想法确实超前牛掰 李斯的一番话让嬴政毛色顿开 嬴政当即敬了李斯一杯酒 将烈酒一饮而尽 而事情果然不出所料 被打捏了的魏王 迅速派魏国使臣入秦求和 魏使奉命递交国书 吕不韦一瞧才给三座 觉得魏国这是打发要饭的 狮子大开口索要十座城池 就在魏使慌得不知如何是好事 秦王银政说话了 银政表示魏国不想割地也行 只需答应几个条件即可 魏使知道银政这些条件 其实比割舍城池更狠 魏国奸细转身送给烙矮一个 可以白得封地的大买卖 还说以后烙矮就是魏国的靠山了 烙矮被魏国诱人的条件吸引 赶紧去找老秦人赵姬帮忙 此时的赵姬 正愁该听老秦人的还是听儿子的 结果烙矮让赵姬听自己的 第二天 魏使入殿提出了魏国的决议 老秦人和亲儿子也没干过些男友 赵姬当即拍板要定下此事 吕不韦赶紧给银政识眼色 可银政却聪明地未发一言 于是魏国哥给秦的底 全都便宜软饭王烙矮了 还把河西的太原郡给烙矮做了封国 封完地就罢了 赵姬下一步更是惊掉众人下巴 自此软饭王烙矮 凭借强硬的身体素质 仅靠雨水之关 一跃成为大秦最高权柄的代言人 大权在握 和乡帮吕不为平起平坐 就在这铺牌准备的关键时刻 心腹李斯却被烙矮派去楚国出差 要其参加楚王雄玩崩式的葬 嬴政不愿放李斯走 李斯见颜烙矮的身后是太后 此时还不宜和太后闹僵 嬴政听词只能让李斯早去走 李斯复楚的差事定下来后 图谋不轨的软饭王烙 轻飘细选一群武艺高强的刺客 让他们伪装成处人 在楚国将李斯杀了 只因软饭王烙怀疑 宫女业在临死前向李斯透露了 自己和赵姬的真正关系 所以才大费周折飞在楚国杀人灭狗 此时复楚的李斯不知此行有危 还在车上和同行的米城相谈圣观 格局打开的米城 一信一支持和拥护秦王嬴政 而在咸阳的嬴政 此时从华阳太后者 得到一个重要的占卜消息 嬴政一直都知道祖母算挂者 毫不迟疑地叫来心腹蒙田 让他火速派可靠之人付出 保护好李斯和米城的安全 而此时的李斯米城经过多日颠簸 已经抵达楚国寿春 春生军黄蝎和李源专门设宴款待 楚王丧礼之日 李斯米城及楚国文物百官 暗流程陆续赶往吉门入宫 两旁百姓也争相为官 殊不知两火刺客已经悄然躲在人群中 手中拿着利刃叙事待发 不知危险的李斯和米城刚刚下车 恰巧见春生军黄蝎到了 双方刚打完招呼 只见人群中窜出无数手拿利刃的杀手 众目睽睽朗朗乾坤之下 给春生军黄蝎那是一顿捅 老外派来刺杀李斯的刺客 被突然的变故干忙了 见李斯已有了戒备官兵也到 只能暂时放弃刺杀计划 春生军黄蝎都死透了 百姓和隐藏在人群的刺客跑没了 李源带着官兵才姗姗来迟 随后楚太子汉也跑了出来 对着春生军的尸体嚎啕大腹 其他人见此颇为动物 只有李斯察觉到一样 甚至看出李源只是在洋装悲痛 并非出自真心 就在李斯不知楚国这是闹哪出事 返回驿馆途中 李斯发现那日在花园里 劝春生军小心李源的门客珠光 此时正背着包袱仓皇离去 似乎想要趁机出城 李斯命心胜将珠光带到驿馆 通过珠光和米城的讲述 才获悉楚国皇室惊天丑 原来楚王雄丸的王后乃是李源的亲妹 早先曾与黄蝎有染 继而诞下楚太子米汉以及次子女 全臣李源为了楚太子米汉即位后 自己能独揽大权 豂养刺客刺杀黄蝎 想要取而代之 珠光之前就提醒过黄蝎 无奈黄蝎并未荡回事 所以才遭此大难横尸街头 珠光怕李源日后 会对自己这些春生军事人下手 唯恐祸患殃及 所以才想连夜出逃 得知来龙去脉的李斯 给了珠光一些盘缠让他快些逃命 自己也想立刻离开这是非之地 无奈米晨和黄蝎就有一场 横死街头不祭奠一下说不过去 于是李斯决定陪同米晨同去 打算完事后立即返回咸阳 米晨对李斯肯陪自己来很感动 这李斯是嬴政心腹 不把李斯当外人当即表忠心 双方正你好我好大家好事 忽然危机将至 城门口刺杀失败的杀手 见李斯米晨半夜出来 趁着夜色想直接灭口二人 侍卫和刺客当即血站在一起 无奈刺客人多有备而来 车架内的米晨不幸被刺伤胳膊 就在外面刺客想要就此了结二人时 这马似乎有灵性 一个歪头就将行凶的杀手甩下马车 拉着李斯米晨往前狂奔 刺客见此则火速在后方追赶 马车在夜色中跟持过快 突然被障碍物拦下动弹不得 李斯米晨也不废话果断骑车 想着赶紧跑出这危险之地 不料刺客身手敏捷 下车后没逃几步 就被一群刺客追上 二人手无腹肌之力 根本不是刺客对手 千军一发之际 嬴政派来的救兵及时赶到 前面的几个刺客直接被射杀 后面的刺客见大事不好要跑 最终也都没逃了 死在了训练有素的秦军手 李信报完身份后火速退退 而收起剑的李斯此时也猜到 这群杀手并然是烙矮派来的 因为宫女业死前 确实已经将烙矮召集的奸情 告诉了李斯 也幸亏嬴政有所准备 李斯才侥幸没被灭口 烙矮和太后的奸情才得以暴露 这是秦王嬴政加官前的关键时刻 可心腹李斯却被烙矮置去楚国 嬴政只能派出上亲姚谷去探听下 吕不韦对自己加官轻政的态度 姚谷之前虽帮吕不韦设计成交 但初衷却是为了秦王王位安稳 可吕不韦事后竟以此为借口 穿多召机拖延嬴政加官轻政 这可属实是姚谷没料到 所以姚谷此次甘愿替嬴政前来 禀明落矮敢胡作非为扰乱朝纲 皆因太后给他撑腰 相邦若是同意让大王早点加官轻政 将大权还给大王嬴政 落矮的问题将淫怨自己 姚谷嘴上说的是赵姬 其实就是在点吕不韦 再把这权势不撒手 那就有窃国之嫌了 更是列举了秦王嬴政诸多优点 再加上这么多老臣共同辅足 相邦还有何不放心的 姚谷说话很有分寸 利弊也都点出来了 此时的吕不韦若同意交权 嬴政直接就拿下跳梁小丑落案 可被权欲迷失双眼的吕不韦 同意嬴政轻政但是却有条件 那就是必须按自己的吕氏春秋来治骨 姚谷见吕不韦好歹松口了 支持嬴政加官轻政了 赶紧将好消息告诉了嬴政 可嬴政却早已猜到 吕不韦定然有附加条件 嬴政就知道吕不韦不会这么痛快 直言若按照相当的想法 在李月崩坏的战国推人正治骨 自己有生之年 灭六国统一天下 恐怕将是痴人说梦 此时的姚谷毕竟是四十重臣 看得清平价的也很重 吕不韦攒家的确实牛掰 但是灭六国说实话他真不行 嬴政不想秦国百年奋发 因慢慢蚕食 而导致有翻盘的威胁 可若一口回绝 又怕吕不韦像之前设计成交一样 继续暗中阻碍嬴政家官清政 两难之时 蒙田认为嬴政应该先顺从吕不韦的想法 待清政拿到实权再说 道时局势必然反转 嬴政听此只能这么办 让上清姚谷为自己加官之事 多多奔波走动 此时的秦廷朝堂 蠢夫赵姬根本不露面 让南宠�奥带其行监国治权 吕不韦妖急发作又无法上朝 嬌矮在盈余等人的窜夺下 竟然毫无缘由地罢免四个要治官员 安排自己的四个清醒担任 嬴戏毕竟是嬴氏宗族之首 见嬴戏如此霍霍秦国根基 气不过出来阻止 嬴戏其行监国治权 吕不韦妖急发作又无法上朝 嬌矮在盈余等人的窜夺下 竟然毫无缘由地罢免四个要治官员 安排自己的四个清醒担任 嬴戏毕竟是嬴氏宗族之首 见嬴戏如此霍霍秦国根基 气不过出来阻止 嬴戏是真憋气啊 但是却无可奈何 嬴政虽表面平静 但是心里已经翻江倒海 恨不得将嬌矮碎尸万短 下朝后 尝到权力填头的嬌矮 开心地回来看媳妇孩子 相认值办妥的事告诉了赵姬 一家人齐了容容时 气疯了的嬴政突然杀来了 得知消息的嬌矮赶紧命是你 将孩子带走藏好 不宜会一脸寒霜的嬴政进来了 嬴政让嬌矮出去 嬌矮刚想走却发现孩子玩具没兽 害怕被嬴政发现奸情的嬌矮 处在那一时慌不择言 嬴政虽想用嬌矮搞捣屡不围 但是嬌矮这么霍霍大情 嬴政也是真的怒啊 当即抽出秦王剑响给嬌矮一刀 嬌矮做害怕状偷偷将玩偶拾起 嘴上喊着太后就 暴怒中的嬴政不管那个 想一刀结果的嬌矮 没想到便宜老娘一把推开嬌矮 堂堂太后竟然为个太监挡箭 属实给嬴政震惊了 赵姬除了蠢 最大的本事就是骂儿子 和上次嬴政去拥城一样 言语冰冷倒打一耙给嬴政一顿骂 心寒无比的嬴政回来后 又把自己关进了小黑屋 这时石楚的李斯终于回来 被弃得半死的不止是嬴政 嬴政见朝堂被烙矮搅得不像样 和嬴政商议想请德高望重的关内侯出山 凝结宗室百官之力拿下烙矮 不料消息被赵姬安插的眼线小子听到 小子随后便将消息转告给了赵姬 而吕不韦从王婉嘴里得知朝堂情况后 想着嬴政既然同意用吕氏春秋治国 并未着急 想等嬴政亲政后再收拾 此时的嬴政被跳梁小丑烙矮 以及便宜老娘的偏帮气的心脏疼 也许是上天怜悯 终于有个好消息 那就是嬴政有儿子 公子扶苏的降生 终于给嬴政满目疮痍的心 带来一束治愈的曙光 嬴政一扫一埋欢呼自己有儿子了 不想更大的恶好 其实嬴政还尚未得知 关内侯被嬴戏请来驱逐烙矮 可这无疑将打乱嬴政的部署 此时嬴政还无法将事情相告 只能劝关内侯回雍城别汤浑水 关内侯性子执念 不除掉乱臣落矮死都不 吕不韦怕宗氏逼落矮挺而走险 万一谋反最后再殃及到自己 只能亲自劝关内侯回去 关内侯见秦廷在吕不韦的把势下 大秦乱臣当道气不打一处来 给吕不韦一顿骂不说 连嬴政那也是没跑了 更是表态当年咸阳满城流言 说嬴政是相邦和赵姬所生 宗氏支持了嬴政 才有了如今秦王 若嬴政不支持宗氏 那就别怪老夫无情 将嬴政从宗氏处理 道是他这个秦王 可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吕不韦劝关内侯不要乱说 当年那是已经定性为谣言 要是还借此栽赃大王 那可是要杀头的死罪啊 关内侯见吕不韦还敢斥责自己 顿时暴跳如雷 提着剑追着吕不韦骂 吕不韦说完话喘得粗气 撒鸭子往家跑 他是真怕关内侯一时暴霸 再给自己一刀 道时那可真是犯不着 吕不韦在关内侯这受了委屈 相府加载正货本就瞧不上烙鸭 于是劝得烙鸭外出打猎时 四字重金买杀手刺杀烙鸭 烙鸭本身就有点防身手段 再加上身边有高手为人破保护 刺杀最终失败 而杀手则被正货安排人灭口 烙鸭从情妇召击嘴中 早已知关内侯来咸阳的消息 当即以为这是关内侯为杨军干的 发动狐朋狗友帮着查出证据 盈于一直帮李斯在烙鸭身边作物 结果被不知情况的关内侯除了踪迹 盈于怀恨在心想暴露 所以向烙鸭提议先去进贤局调查 一丰对刺杀之事毫不知晓 可烙鸭一伙非逼着他输出幕后黑手 盈于更是蒙着眼睛 故意拿剑射死两个仆人 趁着一丰惊慌不已时 恐吓他污蔑迎戏和关内侯两人 在盈于的逼迫下 一丰污蔑是关内侯和迎戏干的 烙鸭火速找情人赵姬为自己出头 赵姬只能给吕不韦施压 吕不韦劝赵姬分清轻重 太后若敢为拉尔动关内侯 宗氏必和太后殊死一搏 大王王位不保咸阳义 对他们来说也非难事 赵姬察觉到此事的严重性 也深按吕不韦的手段 所幸同意不再追查刺杀之事 事后 吕不韦得知是盈于从中挑拨 将盈于抓到相辅审问 盈于死不承认 吕不韦雷霆大怒下令要处死盈于 关键时刻四人凤王命前来要人 盈于才得以保全性命 尾门关走了一遭的盈于 被带到张台宫后 知道是盈政出手救了自己一命 宣誓誓死效忠大王 可在离宫之后又起了歹意 此时盈系觉察到关内侯有危险 连夜安排他坐车离开咸阳 盈于收到消息 立即股东烙矮亲信和自己一起 前去捉拿关内侯 晚兵马的畏畏要职 被烙矮安插了自己人 所以关内侯最终被盈于抓走 关内侯入狱后 盈于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严刑拷打逼迫关内侯承认 自己和盈系派人刺杀了烙矮 盈于的丑恶嘴脸 让关内侯坐 关内侯宁死不屈 趁机张口咬了盈于 被咬得盈于恼羞羞成目 立即让狱卒围殴关内侯 年事已高的关内侯经不住这般毒打 当场弃绝而亡 盈于发现关内侯被自己打死 知道大事不妙 恰巧烙矮等人正从外面进来 深知自己闯下滔天大货的盈于 赶紧跑到旁边躲起来 盈系得到消息便立即去找吕不韦 两人一起去找烙矮要人 好不容易来到这 结果看到的却是关内侯的失神 盈系发疯般打倒烙矮 发誓与他不共戴天 烙矮根本没把盈系当回事 一脸无所谓的离开监狱 而吕不韦看着远去的烙矮 眼中迸发的杀意已经掩藏不住 得到消息的李斯 赶紧向盈正禀报关内侯遇害之事 盈正从未料到会有如此局面 震惊盈于胆大妄为 但是已发生 只能叮嘱李斯随时留心盈于 还有就是务必压住宗氏幕 只是可惜了关内侯 他本也是为秦伯设计安稳而来 最终却惨死在狱中 这是软饭王老矮最禽兽不如的时刻 明知小子已经怀有盈系的补露 仍是在车厢内将他强行侮辱 被凌辱的小子 万念俱灰地回到府邸 决心将老矮与赵姬的秘密告知盈系 盈系虽震惊召集落矮的奸情 但是考虑到关内侯还未下葬 便想着先去处理好关内侯事 结果没想到小子将秘密说出后 朝盈系说了句来生再见 便直接跳进了旁边的身紧 等盈系奔去时已经来不及了 关内侯那可是宗氏元老了 无故被落矮的人抓进大狱 刑讯逼供围殴致死 如今自己的夫人孩子一尸两命 这事但凡是个人都忍不了 暴怒的盈系操起长歌 率领宗氏众人要同落矮拼个你死我我 正当一群人浩浩荡荡冲向大门时 盈生从外面跑过来抵死相来 苦苦哀求盈系切莫冲动 即使想杀落矮也得好好谋划才是 大哥你这样手持长歌 硬闯甘权功根本没戏 再加上落矮府中有上千门客 这点人这么急吼吼的过去 杀不到落矮不说 还可能被反咬一口 盈生死死拽着长歌不松手 因为宗氏元老关内侯已死 刺车术长盈系若是再有差池 没有主心骨的宗氏 可真就是一盘散杀完蛋了 盈系眼中迸发的恨意都要凝死了 但也知这么去杀不了落矮 只能咬牙暂时忍耐 盈正在得知落矮短短几天 就害了三条人命 知道落矮是把宗氏逼几眼了 风雨欲来的压迫感让盈正知道 必须尽快平息宗氏的目 否则自己这王位怕是要到头了 还有就是尽快准备收王 再任由落矮这帮胡闹 秦国真被他祸祸完了 盈正这边小心谨慎应付四方 而甘泉宫内 落矮和赵基这两个文盲蠢物 那是根本没把宗氏当回事 两人还在那打极骂俏 就在这时小绿得知姐姐一失两命 便将落矮的所作所为告诉了赵基 落矮谎都懒得撒 便将前因后果说了 赵基刚开始还推散大骂落矮 怎么给自己闯这么多火 后来发现小绿已经跑了 赶紧让落矮去杀人灭口 追逐钟小绿被两个官兵拦住 最终导致被落矮追上杀了 而拦路的那两个官兵也没好下场 被落矮一起灭口 落矮毫不收敛愈发嚣张 李斯知道不能再拖了 该把落矮和赵基的奸情告诉盈正了 于是便让盈渝去和盈正说 盈渝虽知禀报此事有风险 但是官内吼死在自己手中 盈渝不得不冒险 已公布过希望得以保全性命 盈渝进张台宫进见盈正 请盈正停退左右后 便跪地将落矮赵基奸情相告 落矮和赵基的奸情 已经让盈正震惊 随后盈渝便抛出更震惊的 太后赵基当年突然去雍城 就是为了给落矮生孩子 六年中太后给落矮生了梁子 如今全部密养在甘泉宫内 落矮时常以大王假父自居 臣看他迟早必反 所以将实情相告 盈渝顺口溜一般将真相揭露 给盈正彻底整崩溃了 盈正颤抖地追问盈渝消息来源 盈渝并未暴露李斯 将消息推到死去的小绿身上 整个流程说得也惊得起飞翘 震惊不已的盈正 派人看管好盈渝不许走动 自己则冒于跑向甘泉宫 想要眼见为时一探究竟 眼瞅着到了甘泉宫门口 盈正又突然止住脚步 因为他一时不知 若真见到甘大场面 自己该如何处理应对 于是像多年前那个夜晚一样 盈正掉头往乡帮吕不韦扶地跑 想找吕不韦出手帮忙 可当盈正跑到乡府外时 却再次停住了脚步 擒王正心中的火山 在其即将要喷波而出的一瞬停住 而这扭转乾坤的力量 正是他内心从未有丝毫风动的 一统天下的志向 盈系持任上殿意图杀了乱臣烙矮 曝光烙矮召击这对狗男女的奸情 不料刚曝光的开头 就被秦王正一刀斩断了胳膊 不然的血腥变骨 让朝堂文武百官震怂不已 除了迎生出于本能一般 毫不迟疑地跑去扶起兄弟盈系 其他重臣一时间无人赶上前 怕嬴正发疯再给自己一刀 相帮吴不韦速来沉稳支援 但是万万没想到嬴正敢砍四车数着 被惊得良久愣证不知所以 直到李斯宣布退朝 吴不韦才缓过神来 眼见烙矮已经酿成大火 下朝后吴不韦火速赶往魏阳君府 称要和宗氏合力铲除烙矮 本以为和烙矮有深仇大恨的盈系 会毫不迟一口答应 没想到嬴正这一刀 反倒给嬴系砍清醒了 吴系恶狠狠地盯着吴不韦 毕有所指的放话 只要大王家官清正了 无论哪个贼子改善权乱国 谁都得逞不了 吴不韦见宗士对自己敌意颇深 为了和烙矮撇清关系 再次提出铲除烙矮匡复朝刚 吴系被吴不韦这套说辞整笑了 冷笑当初烙矮一步步封喉风波 滥用轻信之时 相当是一句话都不说 如今这是闹哪出 吴系虽知吴不韦是善权贼子 但也并未直接和吴不韦闹僵 因为吴系想借吴不韦之手 来铲除乱臣烙矮 二人达成一致想法后 吴不韦离开卫阳军府 紧急入宫面见赵姬 游说烙矮学去风角远离咸阳 省得日后牵连自己倒霉 怎料烙矮直接拒绝 不肯将这来之不易的荣华富贵交出 吴不韦见烙矮还打巴巴 告诉烙矮这是在救你的命 烙矮一听吴信将军来杀自己了 害怕自己被乱刀砍死 最终只能咬牙同意了此事 而此时的秦王银正 自然也知宗室的滔天怒骨 于是一面放出银鱼 让他加快步伐窜多烙矮魔法 一面亲自去银系府邸 安抚躁动不已的宗室众人 此时的魏阳军府内 无数宗室之人在此集结 银信宗室正义份填膺 要入宫逼银正杀了烙矮氏 银正自己倒来了 宗室众人因银正砍了银系心寒无比 见到银正都不想醒目 众人的叩拜声吸引了断臂的银系 银正和银系对视了一眼后 便直接掠过银系走进室内 随后便和银系挑明了 自己纵容捞矮的原因 银正先是说出自己的苦衷 随后打了一波感情牌 将当初咸阳宫外 银系长哥护送自己敬咸阳的恩情 以及华阳宫辩时 宗室力挺自己登上王位的事 全部再次翻了出来 意在告诉银系乃至宗室众人 银正从未忘记银性宗室之功 银正发自肺腑的一番话 让银系心中无比动内 紧接着银正接下来的一顿操作 更是直接俘虏了银系的心 随着银正这里头发的掉落 银正和银系之间再无隔阂 银正拉起独臂的银系 告诉他除贼之日不远了 而银系也被银正的隐忍折服 银系不愧是银性宗室之手 铁骨铮铮心胸开阔 不但为仇恨银正斩了自己壁堡 还将银正拉出来 当着所有银性宗室的面表立场 银正这边顺利收服了银性宗室 随后便赶紧让李斯去忽悠鲁矮留下 李斯发动三寸不烂惊蛇 解释大王坎卫阳军一个壁堡 实则是保护卫阳军 毕竟带兵器上殿是大罪 为了秦国安稳 请太后高抬贵手莫要再追究 老矮本对银正惊惧不已 一听不是因为自己顿时放心了 赵姬一听儿子替自己平完事 老矮也不用走了 自然开心地同意此事 李斯到退走后 老矮和赵姬终于送了一口气 想起吕不韦之前将事情说得那般严重 如今却被银正处理得如此轻松 顿时觉得吕不韦心怀叵测 于是老矮便开始继续不作非为 逐步往谋反这条路走 秦王银正突然跑到甘泉宫桌间 沿途喝令四人宫女不准通船 颤抖着推开掩藏污秽的大门后 银正终于见到了自己那两个便宜地 此时两个娃正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 明显被喝护照看得很好 银正一时心情尽前所未有地复杂 就在此时 老矮拿着费尽心思治好的木剑 开心地想给两个宝贝儿子当玩具 结果陡然发现银正竟然在这 老矮顿时被吓得呆坐在地 不明情况的召激 转身见到银正来了 也是脸色骤变 老矮对银正持剑砍银戏胳膊的事 至今还心有余悸 喘着粗气瑟瑟发抖 可还是不敢违背银正命令 乖乖跪地将木剑送到银正面前 老矮递完木剑便赶紧跪地 银正瞧着木剑上的花纹异常熟悉 抽出自己的陆鲁剑一笔对 竟然真的按照秦王剑一笔一山寨的 银正冷笑着嘲讽 两个孩子当即拿起木剑 习惯性地跑向便宜老爹老矮 银正刚才拔剑时 给赵姬老矮吓得半死 害怕银正一刀砍死两孩子 见孩子好不容易脱离银正手中 赵姬虽浑身发抖极其惊恐 却依旧竭力保护两个小儿子 害怕银正做出伤害之举 银正一步步地走向老矮 将老矮吓得连连后退 此时的银正心已彻底凉透 当即呵斥老矮出去 正便仅剩自己与赵姬二人 跑出来的老矮见东窗事发 再无回旋余地 所幸找来心腹未为赵姬 打算趁机绞杀银正 取而代之 起初赵姬上有犹豫 毕竟此乃谋逆大罪 可当老矮答应事成后风绝省地 富贵险中求的赵姬当即要干票大了 率兵和老矮包围了甘权宫 只等银正一出殿门便立刻斩杀 老矮本以为计划将会万无一失 结果却被宫女炎路过听见 此时和赵姬谈完话的银正 关上门正要网出走 恰巧感到的宫女炎敢紧跪地示茧 心中烦闷的银正并未多想 刚要抬脚离去 行急下宫女炎只能开口提示 脚炎轻微地摇头并朝外面撇了一下 银正略意思索便猜到 外面定然已经不满杀鸡 银正本能地想拿剑拼个出路 可马上便否决了这个想法 因为老矮既然胆敢埋伏动手 定然是做足了准备 生死攸关之际 秦王银正脑子转的也是快 返回店内拉着老娘赵姬 和自己一起往宫外走 老矮本想银正出门便下杀手 万万没想到 银正拉着赵姬一起出来 老矮一时不敢妄动 而银正嘴上和老娘赵姬追忆 当年在邯郸的往事 可眼神却时刻扫尸的四周 以防突然出现变故好及时出手 直到宫内巡防的侍卫们到来 秦王正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松开了老娘赵姬的手 脱离危险的银正和赵姬告退 结果赵姬竟然在此时 恳求银正放过刚刚差点是君的烙矮 许他携烙矮与两个儿子返回庸城 银正自然不可能答应 待银正离开后 赵姬回到甘泉宫内 将意图行刺银正的烙矮一顿责备 赵姬给烙矮料狠话 三个儿子都是自己的轻生补血 谁敢伤害他们其中一个 自己必将其置于死地 烙矮知道银正和赵姬 邯郸为智树年相依为命感情深厚 所以烙矮不敢贸然顶撞 嘴上假装道歉悔改 并承诺以后绝不再伤害大王 实则暗中继续在行谋划 赵王得知秦庭被烙矮倒的大乱后 当即给李牧下诏书 让其提前准备即将到来的大战 李牧当即开始铺牌 一面秘密往秦赵边境 运送三十万大军两约的口粮 一面派金锐赤后秘密调查秦军防卫部署 随后两万铁骑咒服夜行迅速出发 抵达赵秦边境后掩藏到峡谷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